大家好,Trisha,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英格兰冠军联赛在星期六凌晨继续迎来各族 到时,雷丁将作合白鸣汉 雷丁已连胜白鸣两次 加上雷丁现在已取得两连胜 所以说,雷丁金仗会剑指三分 白鸣汉近五轮联赛不过取得一胜三无一负这个战绩 其中三轮联赛主场取得两合一负,未赢过 足以说明白鸣近期的发挥并不太好,尤其在主场方面 更不利是,白鸣汉过去两个主场 每场都在上半场落后一球 同时,每场最终都失两球 而他们最近在主场方面 他们的防守专注度真是令人拗头 另外,最近三轮联赛,白鸣汉入球亦呈递减趋势 其中首席射手,史葛何根,亦已连续两轮未有入球 所以说,今仗白鸣汉真是凶多吉少 另一方面,雷丁近方和白鸣汉截然不同 他们目前手握两连胜,其中得失球比3比1 整体表现好过白鸣汉,另外雷丁今季整体表现亦更胜一筹 始终球队目前手握32分,稍稍多过白鸣汉29分 进攻方面,雷丁并不像白鸣汉一样 所有进攻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而作客的雷丁,他们阵里的攻击点更多 其中,汤马斯·印斯是头号攻击手 在他的五个联赛入球里面,有三球是作客所得 所以说,他将会是雷丁今将的关键所在 更加有利是,雷丁最近两次交手白鸣汉 都是以2比1取胜 所以说,今将雷丁的确值得看高一线 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按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